当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, 为什么会让教会来接受十一奉献和承诺奉献呢? 作为一个信徒团体,教会是由耶稣建立的。 祂为教会写记,祂是教会之手和防角石, 祂是教会的身体。 祂给教会一个特殊任务,就是作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 祂还对门徒说,他们应该使万民作我的门徒,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,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,都教训他们遵守。 显然,这项任务是需要协作和有组织的工作, 唯有在共同的计划、信任和相互服从的情况下才能达成。 当库房的原则得到实践,将资金回集在一起的时候, 上帝的报道工作可以更强、更快、走得更远。 但教会并非没有缺陷,祂从未完美。 然而作为高阳的身负,祂受到耶稣极大的爱护和关怀。 如果祂不理解上帝对祂有缺陷的妻子,即教会, 是有多长阔高深,可能会阻碍丈夫及妻子的同样的爱。 因为基督是如此爱祂的妻子,即教会, 任何针对教会的行为或话语,都会被祂视为是针对祂自己和祂的身体所做的。 怀爱伦说,教会可能显出软弱而有缺点,但祂仍是特为上帝似与无上关怀的对象。 教会是祂私恩的场所,祂乐于在此将显祂改革人心的神能。 为了回应上帝对祂教会的爱,早期教会的信徒既支持当地教会, 亦都支持遥远的教会。 耶路撒冷,犹太全地,和撒米利亚,直到地极, 都被耶稣指定为教会的传道目标。 这个亦都清楚表明教会的工作,必须在当地区会内和国际上得到同样的支持。 不仅仅是通过祈祷和工作,还需要通过我们的资金。 早期的信徒做到了。 在整个罗马帝国发生严重饥荒之后, 路加报告说,于是门徒定义照各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。 保罗亦都经常呼吁囚集资金,吸耶路撒冷的教会,就是上帝的子民。 此外,亦都有明确的证据表明, 信徒用收入支持那些劳苦传道教导人。 保罗通过引用耶稣的话来认可这种做法, 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 早期教会的信徒们将爱和慷慨这个大原则反映在对教会的关心上。 当我们用十一奉献和承诺奉献敬拜的时候, 让我们仿效早期教会的信徒, 他们响应号召、爱和支持耶稣所爱的人。 愿我们将自己的欲望放在最后,将上帝放在第一位。 作词 李宗盛